來看一下就是考核的部分 考核我剛剛提過 其實考核其實對應的就是這個成績 有沒有這個就是指的是這邊 所以這樣可以match到 這邊的話這個指的是這個成績 應該可以 然後這邊有三個成績 可是問題三個成績都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數字就不能平均 那怎麼平均 你一定要先把這個三個成績轉換成數字 那怎麼轉 其實剛剛提過就是等級這邊有 那等級裡面的話 其實考核就是夾一餅這個 然後考平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基本上先查這個 那查的方式一樣 所以插入函數 一樣的描入函數 那查什麼 查這個啦 去哪邊查 F3 去...剛剛是考核 考核沒錯 按確定 如果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就大概知道了 這個就是array 正列 然後一樣是第二個 然後一樣是0 好 那查出來85分 好 那當然如果下一個你就... 那所以我要查這一個 也要查這一個 那實際上 你做完一個其實就簡單了啦 你就是直接把它減一下嘛 然後插入函數用average就好了嘛 有沒有 用那個統計裡面的A開頭的average 有沒有 average這一個 平均 那平均的話你就把第一個放進去 跟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再貼 第三個再貼 但是你貼三個之後的話呢 當然位置不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改成G3嘛 那這個的話呢就把它改成這個H3 誒 這錯了 刮糊 好 然後這個就不是烤G 這個應該是烤坪 所以你可以delete掉 按F3 它會跳出來 然後你這樣用選的 有沒有烤坪 有沒有這樣比較不會錯啦 要不然你就是自己把那個G delete掉 改成平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那四個字對就OK了 按確定 好 所以有沒有 一二三三個平均八數 那沒錯嘛 就按確定 結果OK了 所以其實看起來公式很長啦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懂得會用方法的話 這個其實說真的 公式也不是會做錯啦 因為其實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事情 那只要動作作對 其實 真的還蠻快的 那說真的啦 很多訓練真的我覺得像 為什麼特別講那個證照 因為證照考試就是 要求的就是第一個要會 第二個要很快 真的 你如果有去報名考試 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了 感覺那個時間真的 你不是才剛坐下來奇怪 時間怎麼快沒了 那個感覺 而且一直冒汗 好緊張喔 所以後來發現真的不能夠做不熟 也就是你要去考試之前 真的幾乎要把每一題都做到滾瓜爛熟 我閉著眼睛都知道 這個題目該怎麼做 才去考試 不然的話呢 很怕就是你會浪費那個考試費 可是那個考試跟Office的考試 它是比較難一點的 那個證照考試 你剛剛講那是原廠 Milesault的原廠證照 那個的話呢 他考的方式跟TQC考的不太一樣 TQC比較強調是實作 就是他給你題目你要做出來 然後微軟原廠證照 很多都考選擇題 然後他會試一題 比如說請問一下 或者甚至考試一題 就是請問哪個功能要怎麼做 你要做完之後他給你分數 而且總分好像就算1000分還是多少分 1000分 1000分 700分 然後不一定是700分 他可能每一次的分數 幾個分都不一樣 還有 對 就是反正他有一個range 而且考試費用好像 原廠的比較貴 原廠以前是2400吧 現在應該漲到 應該一次都大概80到100美金了吧 美金的話現在32嘛 所以如果100的話大概3200 那這個考試的話一次就1200 那這個的話是因為是 那比較難嗎 還是那個比較難 你說難度嗎 當然那個比較 我是覺得那個比較簡單 那個只要有考古題做熟了 應該都會過啦 這個的話是要做得非常熟再去考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考不過 對對對 OK 那 這邊的話 向下填滿 OK 就是這個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的話就是等於 這個乘7有沒有 乘上0.3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乘7 所以點一下就可以了 乘上0.7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 後面好像他是不是有要求用run的啦 如果有的話有沒有 他如果有講到要取到小任第幾位的話 第3的那邊才有run 第3 第3這邊嘛 下面這個才有 所以如果有講的話這個要加 取到第一位 如果沒講你不要加 加了反而錯 所以這個TQC的這個考試 他比較是 有點像是反正你他要求就是怎麼做你就給他 他要的這個動作 多或少都不行 然後要求時間 要在很短的時間就把它做出來 就是也就是不加思索啦 所以這個可能熟練度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話把這個向下填滿 那合計的話一樣 就是等於 所以做法跟剛剛比試很像 這個乘7乘上0.6 然後加上這個乘7 乘以0.4 對 run的話呢 當然幾個方法 你可以剪下貼到run的 或者你直接這邊打一個ro也可以 ro un 不用你就找到了 點兩下 然後 d0.1就可以了 1位嘛 後瓜阿虎一下 然後打個勾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向下填滿 那再來的話就是用那個 rank.eq嘛 所以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統計 一樣統計啦 裡面的r開頭 所以呢 rank.eq的話 我們找到之後的話呢 ro 是不是過頭了 在這裡 rank.eq 然後它的成績 跟這個全部 所以 沒辦法按F3 合計沒有做啦 所以 游標放這邊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記得把它的列給鎖起來 所以按兩下F4 一下兩下 那當然你按一下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是覺得我自己習慣一定要精確啦 OK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做完了 但是呢 如果你將來 要四個一起做的話 那可能你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這四個選起來之後 每個打勾 他就會把公式也都複製到 其他工作表裡面 我做一次 就是你要把這四個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一定 你油標放這邊 按SHIP的鍵選 最後一個 這個叫工作表的多選 不是群組 是選取 他群組的話又是另外 這個不叫群組 叫選取 他的名稱叫 他不是群組 群組又是另外的概念 反正他叫工作群組 然後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現在切有沒有 你可以切但是他不會取消 所以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一定要點別的工作表 就取消 那如果你要把剛剛的公式 複製到另外三個的話 第一個的話 當然你就是先按SHIP線 點最後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在 剛剛的五個欄位的那個地方 直接點一下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呢 他就會把 剛剛做的公式 通通都複製到另外 三個工作表裡面去了 你看可以 懂我的意思吧 只要你這樣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等於是打勾七次就對了 等於郵標放在上方 打個勾 那至於要不要向下填滿呢 當然不要 因為向下填滿現在只有到40 對每一個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如果都要填滿 變成你要個別向下填滿 不然的話呢 他的列數不同 那你填滿七個工作 七個公式已經複製過去了 你再取消 那取消 那取消記得 你點其他的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一定要點 就是沒有用到的 點一下 那就取消了 然後你再把它切到零組的時候 你會發現公式都有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一樣 Ctrl向上 這邊也都有 那所以變成最後一個步驟 你還是得自己向下填滿 不然的話他因為列數 除非列數都一樣 你就是一次填滿沒問題 但是這個不行 好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